当太阳抵达黄金十五度 清明到了 此时大地如同洁气的德明一般 气清景明万物皆显 恰逢众木穿交 白昼剑长 阳气生发 土固纳星 中国南方的气候已经是清爽温暖 而北方则是断雪之时 气温快速回升 自然界在清明呈现出勃勃生机 草木萌动 春光明媚 这样的清明是暖的 欢悦的 更是值得奔赴的 热闹并充满希望 这样的清明却也是冷的 二十四节气中 二十四节气中唯有清明 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清明之于中国人 上有天下有地 重若千军 生死之间 陽晕之隔 有欢悦就有悲伤 有相聚就有离别 清明 以他的独特告诉我们 世间的万事万物 无意不是动静相宜 冷暖共生 生命从现在开始 竭尽全力 不复此前和此后 无论有还是无 终归会有一个结果 好在世间万物 在世间的旅程上 只要出发便有了生生不息 从始至终 很少例外